2002年服役的T91在過去20年間取代一線部隊的制式突擊步槍 讓服役超過20年的65部槍終於可以慢慢移動到二線部隊 為了符合現代戰場的作戰需求 T91的射擊更短,重量更輕 同時減少零組件的複雜程度來增加維修和保養上的方便性 也被HKC-6開發團隊中的Larry Vickers 評價為目前事變上可以買到性價比比較高的步槍上機甲 在射擊手感、穩定性以及後座力上都給出很不錯的評價 不僅如此,T91也是少數外銷到國外的中華民國國造武器 現在有約旦、印度、印尼、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及海地等國家裝備 既然T91聽起來評價不錯 那為甚麼陸軍要急著讓最新型的XT112服役 又我快來到DBS,今天我們就來聊聊最新的國軍制式步槍XT112吧 依照慣例要討論新武器的性能如何 最優先需要討論的就是部隊的需求是甚麼 我個人認為目前裝備的T91最大的問題不是步槍本身 而是配套的套件 縱觀現在的一線部隊訓練中 很少看到有裝備光學描具的T91 不管像是4倍近的ACOG或是1倍近的Holographic快描 配套的描具只有少量出現在特種部隊 就算是宣傳影片也很少出現光學描具 配上部隊固化的訓練 導致大部分步槍兵訓練只適合打擊大約100到200米的固定目標 距離近的沒有內紅點,反應速度比敵人慢一節 距離遠的沒有光學描具根本看不到 有趣的是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其實並不需要更換步槍 T91就可以做到 當然遠距離的精度可能沒有辦法達到XT112的水平 但是說真的在台灣的作戰環境中 要打擊500米以上的距離就已經滿極限了 而且就算真的具備遠距離的打擊能力 基層部隊的訓練也很難精準打擊這麼遠的目標 可以發發命中400米外的目標 就可以送去做精準射手的訓練了 在考慮到不更換步槍口徑的情況下 子彈飛行400米之後還剩下多少動能 可以打穿敵人的防彈背心或是抗彈板都是未知 T91目前就已經可以直接上光學描具 也就是說想要提升基層部隊的交戰效率 最快的做法就是花錢直接買描具給基層 美軍大概30年前就已經開始配發ACOG到部隊中 儘管早期的M16步槍的模組化系統也沒有很完善 但ACOG還是可以裝在提把的上方 用最短的時間提高步槍兵的射程以及偵察距離 並不是說提升精度的XT112不能夠有效解決打得遠的問題 而是優先批量的購買光學描具裝在T91上 不然以國防部目前的計畫只給112裝備描具 並且普及到基層部隊不知道又要等多少年 儘管光學描具上手難度較低 但是除了裝備要有訓練也要跟上才有意義 現在部隊最缺乏的就是使用描具的經驗 去拔賞看還是青色的鐵描 機部旅的城鎮訓練還是可以看到基層單位辛苦的用鐵描打向戰 更不用講破背衣或是義務衣的訓練中更難有描具的使用練習 內紅點快描的描準手感與鐵描差異不小 如果平常沒有訓練真正打起來才從倉庫中掏出來 會有嚴重適應不良的問題 而且說真的步槍描具不管是1倍或是4倍描具的價格逐年下降 要大量配發的難度真的不高 把稅收超收的部分拿去買描具、錢握把、捻音器、夜視鏡 讓支援1部隊可以全部裝備 美軍目前已經準備要大批量換裝 具備電腦輔助能力的1到8倍瞄準鏡到基層部隊中 你沒有聽錯 不是特種部隊或是狙擊小組 而是基層部隊 Thericon ACOG身為20年前的產品非常的耐操 但是現代作戰中有更好的LVPO作為更好的選擇 我對新槍的其中一個期望就是不要搞得跟G36或是AUG一樣 做不可拆卸的描具 這樣未來的升級以及整合到T91身上的難度都會很高 常常會斤斤計較雄風反艦飛彈或是天空防空飛彈的射程 原因也很簡單 射程越遠我們的反應時間越長 防守範圍越廣 部隊的安全就會有顯著的提升 裝備4倍瞄具的道理也是一樣 根據現在的訓練模式 國軍想定的最遠交戰距離大約是175米 要打超過這個距離對志願役軍人並不容易 更不用說義務役跟軍事訓練役逐年下降的上把率 再加上戰場上敵人不會站在大平原跟你打 找掩體持續移動都是最基本的操作 加上瞄具之後可以打擊的範圍可以提升到400米左右 而這是目前解放軍新式步槍QBZ-191的交戰範圍 也就是說裝上瞄具之後也只是與解放軍的交戰距離保持一致 美軍現在的做法是配合步槍口徑的提升以及智能瞄具的裝備 把步槍的射程提升到800米 這也將會是我們未來應該要準備升級的目標 只要手伸的夠長 你就可以輕輕鬆鬆的在敵人的射程之外打火機 當年57步槍換裝T65其中的最大一個反彈就是來自威力不足的問題 這樣的抱怨在美軍中一樣存在 57步槍使用的是7.62毫米步槍彈 相較於T65的5.56毫米步槍彈 殺傷人員的效果更好射程也更長 當然會全面換裝5.56的原因就是為了要解決步槍輕量化高後座力等問題 然而這不代表殺傷力低下的問題並不存在 美軍在中東作戰時就遇到制式步槍彈藥M855 在打中敵人術發的情況下 敵方單位還是可以繼續奔跑 轉換作戰位置甚至進行反擊 短槍管的M4早期使用的M855 與國軍步槍彈TC-74類似 同樣使用WC-844T球藥 有射程不足、威力過低、精度差等缺點 在美軍的實戰中發現5.56步槍彈不只有致命性低的問題 更嚴重的是中距離穿甲力差以及停止力低下的問題 白話文就是5.56有時候打不穿有時候打不動 同樣一個目標可能需要連續打中好幾槍 才有辦法讓對方喪失作戰能力 那這就有點本末導致 畢竟當初要更換5.56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讓彈藥攜帶量的增加 以及彈匣的裝彈數量從20發提升到30發 而這樣的問題在現代戰爭中更為明顯 根據測試現在的制式步槍彈 在中距離打擊3級抗彈板打穿的機率不高 根據外國網友以及山姆小書Gun and Fun頻道的測試 好頻道可以去訂閱啊 數十發的5.56打3級抗彈板都打不穿 儘管影片中使用的是更短的12吋槍管 理論上槍管換到20吋以上 穿身應該可以提升不少 但現役T91步槍的槍管長度為16吋 配上TC-74對抗3級抗彈板的能力的確有很大的疑慮 更何況是比3級抗彈板防禦能力更好的其他抗彈板 除了提升步槍口徑之外 另一種做法就是更新穿甲能力更高的彈藥 用不同的裝藥或是彈體設計來提升步槍彈的穿甲力 但是通常這種做法不只會有升級的上限 同時彈藥的價格也會非常昂貴 步槍彈身為部隊中數一數二基礎的戰備物資 如果價格壓不下來 那實裝的可能性就會非常低 中華民國的彈藥一直都有大量外銷到國外 舊的5.56 M193或是研發生產新的6.8毫米彈藥 在國外都有很大的市場 相較於國建國造成本很難壓低 因為賣不出去的問題 彈藥外銷一直以來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所以我認為如果可以嘗試生產新的彈藥 來確保未來戰場上的作戰優勢 同時坐上美軍的順風車再賺一筆 總結來說我個人認為把T9E的產能提升上去 先大量換裝T9E 把多餘的經費拿去買描具 提升步槍訓練的強度和品質 把XT112的研發時間拉長 把彈藥口徑提升到6.8毫米 來提升殺傷力和穿甲力更為重要 T65K2的更新非常重要 進度也比想像中慢 從T9E推出到現在超過20年的時間 部隊中還是大量裝備6.5步槍 早年國軍習慣用肥皂水或是鋼刷刷槍 這種做法會導致槍管的膛線損毀 儘管現在這樣的狀況已經改善不少 但是這些受傷的6.5步槍仍然在部隊中使用 也因為新訓單位為了要確保射擊成績 所以通常打靶都只用固定幾把保養狀況較好的步槍 導致其他受傷步槍的情況很難依靠打靶來了解保養狀況 加上新兵訓練沒有完整的槍枝故障排除訓練 配合保養狀況較差的步槍 實際上戰場的情況就是槍枝狀況差 再加上TC-74機探的問題 以及部分基層單位以及後備軍人不熟的輕槍流程 導致戰場上步槍的故障率會遠高於訓練時的狀況 而這些問題如果純粹是更換精度更高 模組化更完善的新式步槍並沒有辦法完全改善 把研發的重點放在步槍保養的容易程度 折疊的前准星可以左右互換的人機設計優化 做工優化槍身本體更耐操都很重要 至於口徑的提升可以學美軍的做法 先小部分的換裝6.8毫米的新彈藥 這一定會經歷彈藥口徑換裝的陣痛期 但是長痛不如晚痛 口徑的更新之所以重要 還是因為解放軍現役部隊配發抗彈板的數量逐年提高 如果持續使用5.56毫米的步槍彈很有可能在未來難以有效的進行殺傷 箭在T91或是65K2在好好歸零校準之後 精度都在一定水平之上 但是如果遇到好不容易打中300米外的敵方目標 結果彈藥動能不夠打中了沒打穿那就會非常尷尬 美軍就曾經遇到M855打中距離的軍車擋風玻璃打不穿的問題 就算你戰績再好槍法多精準 只要打不死打不穿這些訓練都是枉然 根據過去戰爭中的統計 平均都要花數萬發的彈藥才能消滅一名敵人 現在有了抗彈板和防彈衣 這個數字可能還會更高 好彈藥與好武器一樣重要都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 最後拜託國防部開放官兵自購步槍配件 都已經2023年了 你就承認你換裝的速度跟不上需求 讓基層部隊有基本的選擇權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是DBS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